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好像又一個多禮拜沒有在我們自己KT的粉絲團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這台車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我們在公司裡面開直播 這台車是Honda Civic 9代的SI 那SI的版本它的引擎動力還有一些底盤的結構呢 跟一般的版本不太一樣 這台9代SI它的引擎是配置了2.4K24的引擎 跟8代的K20引擎不太一樣 但是最大的馬力大概都差不多大概200匹上下 馬力的提升幅度是差不了多少 雖然CC數多了400CC 可是它的馬力差不了多少 但最主要的是扭力的提升 扭力的提升好像是大概20到22%左右 所以它這個K24的引擎最大的動力提升的話 其實是在扭力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要安裝的版本呢 除了車子比較特別之外 這是9代的SI 那它的安裝的版本也比較特別一點點 這個是KT的一個特飾的版本 包含它的後面的桶聲呢 是主流都有特別在加重的 然後這個是它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上座的話 在車友經過試乘之後 決定選擇我們的魚眼上座 那KT的魚眼上座 特別之處是在魚眼的下方呢 有一個軸承 那這個軸承的用意是在 讓它的魚眼的壽命還有轉向呢 會更輕盈 所以我們看鏡頭戴不戴得到了 是在彈簧的上方 這裡的話呢 會有一個軸承 那軸承的用意 最主要是讓它的轉向的異音率減少 還有提升它整體魚眼的壽命 所以這個是這個版本呢 車主在試乘之後呢 選擇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跟前往上座的差異 最主要是魚眼上座 少掉了上座橡皮的一個緩衝 所以它在轉向的時候就會比較犀利 那轉向感也會比較直接 好 那這個也是好料的 這個是Spoon的那個 前面的四火塞卡鉗 那車主其實本來也有改裝了 避震器 那改裝避震器因為損壞 來試乘之後 決定選擇KT的一個特試的版本 它的特別的地方是在於它的阻尼有加強 但彈簧的話 只有適度的看車主的需求來做定制 像這台K24的引擎 正常來說如果要比較偏向性能 有可能上線呢 會配置到10公斤 但這台車呢我們只有配置到7公斤而已 最主要是阻尼的加強 那彈簧的話是維持前面7公斤 後面6公斤的設定 阻尼的話大概強化了大概35%到40%左右 那在一些結構設計上的話 像這裡的離載串固定點 這個的話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用再改短或者是多花費用改強化的離載串 那這個是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那這個是ABS感應線 ABS感應線的扣具呢 原先好像就有一點點卡榫 所以我們不得以用束線帶把它束起來 那這個是魚眼上座 它的Camper呢 是可以從魚眼上座上方來做調整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裡的托盤把它懸鬆 它的整體長度拉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 今天的車高會比一般的SI車主 要求的還要略高一點點 因為車主的話 常常有反應本來的降低 大概到Combin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大概側高是兩指幅 前後兩指幅 那這個版本呢 一樣是阻尼可以調整的 我們可以從避震器上座的上方呢 這裡調整阻尼 這個地方可以調整阻尼 這個是在八代跟九代安裝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請車主留意的地方 因為這個前檔玻璃下方呢 它的水就會流到上座上面 所以上座的話 就比較會容易積水 會有生鏽的狀況 那噴塗一點防鏽油的話 它的能夠增長上座還有走上的壽命 其實在KT旋鈕的下方呢 我們把這個旋鈕把它拉起來 我看拉不拉得起來 在旋鈕的下方 這裡對焦對不太大 這個旋鈕的下方呢 這裡還有一個防水塞 那這個防水塞呢 就能夠防止水氣跑到調整器裡面 所以能夠有效的延長它的軸心的壽命 所以這個防水塞也是KT才會有的設計 哈囉大俠早安 大俠的話自己本身也是八代九代的車主 如果在北區啦或者是桃園的話 有需要試乘這個版本的話呢 可以找北區的夜大俠 前面已經裝好了 現在再裝後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SI的最漂亮的尾部線條 那SI八代跟九代最大的差異 我自己啦 覺得呢 是防晴桿 它的防晴桿 原廠的防晴桿就比較粗 所以很多的車主呢 都會像八代或九代的車友 一改就是改這個防晴桿把它加出 那九代SI跟八代SI 它本來的防晴桿呢 就比較粗 而且它的原廠的阻尼桶 的阻尼值呢 跟一般的九代差異蠻大的齁 這個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阻尼桶來壓壓看它的阻尼 兩者 一般的版本跟SI的版本呢 兩者的阻尼落差很大 那車主的話本來也已經有改了 仰角調整器齁 所以後輪的話 不論降到大概 CAMLINE也好 也都不會有磁態的狀況 但前提是定位要定位好了 那這個上方 有一個家常的防晴套 這個防晴套 它是全部呢 把最需要保護的軸心把它照住了 所以車子放下來之後 它會照得更下方 所以它的軸心的 防晴效果呢 就會因為這樣的設計 讓它的軸心壽命呢 能夠再增長一點點 後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了9代 還有這台 是配置了175長 6公斤的規格 那這個彈簧的規格 它的長度呢 比一般的設計還要長 大概半吋左右 但是公斤數並沒有做很高 我們只有做6公斤而已 最主要是這個筒身是加粗 然後阻尼只是加重 所以後面的阻尼呢 算是整體SI 好不好做的一個靈魂的重點 那後面的彈簧在安裝的時候 每次在直播影片當中 都會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個彈簧跟便宜分開的 所以它的車高的調整取決呢 跟前面不同 不是在這個長短度來改變車高 是在彈簧的上方呢 這個有一個Hilo Key 從這個調整機構 來改變車主想要的車高 那當車高設定完畢之後 這個的高度已經Hilo Key 我們一般通稱的Hilo Key 已經設定好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OK了 之後再來調整彈簧的預展 那簡單來說呢 如果我們把它的彈簧壓縮的過短 那怎麼阻尼怎麼調都不好做 而且常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彈簧壓縮過短了 然後調阻尼也不好 怎麼調都不對勁 就是拉不到彈簧那個 它晃動的曲線 所以它開起來就會不好開 那也有可能 時間久了之後會 會有壽命 統心壽命的影響 所以後面的彈簧呢 像這條彈簧 當沒有壓縮的時候 沒有荷重的時候 它是175mm 所以這個彈簧的預展呢 就大概3-5mm就好了 3-5mm並不是3-5公分 是只有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像這個彈簧呢 它的下方 跟橡皮的缺口 其實都還開開的 但是它並不會晃動 我們搖晃的時候 它並不會晃動 所以這樣的話呢 安裝起來就是剛剛好的 所以後面的彈簧預展 也是這台車 在安裝時候的 一個最大的重點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 KT的用料部分 像裡面的主民友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層筒 進口的IP主民友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抗衰退度 種種都表現得很好 那油封的部分 是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封 那上座的話 如果我們選擇的版本 是強化上座 那上座的軸承 使用的是 日本KOYO的軸承 那今天的 是使用的是 魚眼上座 所以只有在 魚眼上座的下方呢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 指推軸承的設計 好 那後面的話 沒有照到 後面的它的主尼調整呢 是在 這個飾板的內部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呢 就是SI9代的後上座所在的位置 那主尼的調整 一樣順時鐘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調整的方式呢 就跟前面是一樣的 好 那需要把這個 試蓋 好 需要把這個 試蓋呢 往內側掀開 就能夠拆卸跟調整的到 好像一段時間沒有在我們自家的版上開始播 因為一般車種 像是前幾天 安裝Artist吧 還是Civic 都是在 在車友俱樂部裡面做分享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 所以今天就選擇在 我們自己的繩子團裡面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基礎的改裝 剛剛這個算是 這應該也是17的 2254517 這也是F1的輪胎 還不錯的 表現蠻均衡的輪胎 前面安裝好了 那現在剩下後面 後面應該也差不多了 OK 以上是今天 13年團 這台13還有14的吧 9代 不是9.5代 9.5代的話 KT也有做 9.5代的 它的前面的仰角規格 不太一樣 如果車友的話 是9.5代的SI 它的前面仰角不同 這個的話 KT也都有做 也都有做 OK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 直播收看 那如果有問題 或者是需要事程 都可以跟我們家小編聯絡 小編都會為大家安排 那今天的話 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